要拉香港落水玩 我們又不需要做這麼多政治宣傳去取分 就偷偷地做 你再去爭論什麼中式的現代化 西式的現代化 坦白說那些廢話 根本就以英吻美為本 最近也有解放軍在台海演習 這件事大家應該過分擔心 最好就是不戰而屈人之兵 無論美國華府的判斷是否對 他的判斷就是 一天在習近平的任內 你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最新入閘的古壇司傑 浩德今天坐在這裡做主持 當然有阿施老闆、阿施生在這裡 今天我們請了許禎 一個很出色的市政評論員 來和我們一起分析一下最新的局勢 第一集我們先說一下 就是國際和兩岸的關係 最近其實大家都很關心 開了幾個會 第一個就是G20 雖然我們習主席沒有去 但當中似乎都有一些新聞大家很關心 包括裡面提到一個叫IMEC 好像用來對抗一下我們一帶一路的一個新的想法 不如請許禎幫我們分析一下 究竟這個IMEC是甚麼來的 對我們有甚麼影響 其實如果你說除了一帶一路之外 想整合整個歐亞大陸 其實有好幾個版本 第一個當然是俄羅斯本身 他自己是一個橫跨歐亞的帝國 就算是蘇聯省之後也是 還有第二個版本 就是在兩條絲路中間 就是以土耳其為核心 就是所謂突厥語系的國家 除了土耳其之外 基本上中亞一路去到中國的新疆都是這樣的 他都有一個構想 就是又是東西鄉 當然現在說的就是第三種說法 就是其實他介乎是海陸中間的 兩頭是重心 一邊就是中東 特別是中東的阿拉伯國家 另外一頭就是印度洋的核心 印度 當然中間有點尷尬 因為夾了巴基斯坦在那裡 所以就可以說 其實這不是甚麼新鮮事 除了北京所提倡的一帶一路 這個把歐亞大陸整合的構想 其實就過去十幾二十年來 這幾個構想都是有提出的 當然各有各的難處 也各有各的優點 如果說最新的構想 最大的一個挑戰 除了剛才說地緣上有巴基斯坦 在中間 當然巴基斯坦背後還有中國 還有另外一個因素 就是裡面所有的國家 包括美國 嚴格而言都不再是工業國 印度現在的工業化其實是初階的 你說阿拉伯國家就更加是了 除了石化之外 其實它的重工其實不算很強 所以將來推動基建 我當一下這些國家有錢也好 那個技術 那個人力特別是技術工人 Skilled Labourers 從哪裡來呢 這個就是他跟北京去比 真正的短板 小弟就認為是這個位置 施先生呢 這個IMEC有沒有特別想法 應該是印度、中東和歐洲的一個新的對抗 是不是對抗一帶一路呢 我相信中國的一帶一路 原本是想著這三個橫跨歐亞的帶 他都想一次過串起來 垃圾 但這三部分其實是各有各的文化背景利益關係 你剛才說其實中國能夠扮演的角色 在基建上真的起一定作用 因為現在中國在基建那裏真的頗強 我們建的高鐵、公路、橋樑、機場、電廠、水壩 這些全世界經驗最豐富 技術最先進 以前經常要買美國、德國的重型機械 現在中國自己都可以生產 而且質素不錯 所以中國如果不是一早說一帶一路 說到這麼大陣仗 不是要面子而是要實 不著聲色去協助他們 或者做生意 不要叫做一帶一路 我覺得效果可能會更好 現在你是引致了一些地方的力量 尤其是印度那些 是會想辦法對行你 西方亦都會想辦法叫你長腳 你借錢給他 他又說你想陰他 將來控制你 你引致了很多反抗力量 我自己認為是低調 我自己認為是低調 你講實事 不要說 因為這些東西 做了出來才說 比未做出來就說好 當然現在已經說了 我覺得都可以說少一點 現在香港都要扮演一定的角色 要拉香港下水玩 下水之後 香港要當跟中國沒有密切關係 有獨立一些的立場也好 做法也好 會困難 我們又不需要做這麼多政治宣傳 去取分 我傾向做實事為主 我也有些朋友 去一帶一路的地方做 他們說 其實日本仔在那些地方 都做不少事情 他就沒有什麼政治口號 就偷偷地做 都不需要偷偷地 低調一點去做 當然我這些說法 人家未必喜歡 但我認為效果會好一點 其實G20這個IMEC 都是對應中毒的一半一路 擺明是零起勞租 你不需要跟他敵對 G20就是搞一個來對抗一帶一路 另一邊是另一個很重要的會議 金磚國家都有一個峰會 開始抗原 這個又是另一種制衡 或者對抗的現象 我想我總體的思路跟施生差不多 所謂大到無形 甚至我再進一步說 不是偷偷地做 我直接借你的名字做 其實很簡單 過去中國 不要說別人了 過去那四十年 不是鄧小平的年代 是由Nixon訪華開始 中國的改革開放整個國策的轉 其實毛周當時還在世 1972年已經轉了 直白一點說什麼叫改革開放呢 就是親美兩個字的港元 從1972年到2012年 剛剛好 接近半世紀的時間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中國的再工業化 或者現代化 其實是在西方 或者市場經濟 總之是他的大旗下 你便做生意 你說技術轉移也好 你說是來設廠也好 經過香港或者不經過香港 總之就是美元計價的一些貨幣 進入中國的市場也好 其實這個是真正的大的國策 這個不只是中國大陸的 對外政策那麼簡單 或者不是外交政策 是你整個立國的根本 就是建基於某種程度的親美 其實你消極一些想的就是 你所謂的對外關係是怎樣的 你和美國朋友就算有人想搞你 他想搞你他都不敢搞你 你說東盟也好 你說日本韓國也好 甚至在過程中 韓國和北京 首爾和北京建交 之前都不敢想像的事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大的前提 其實你把中國的現代化和工業化納入 以西方英美為本的傳球化 你再去爭論中式的現代化 西式的現代化 坦白說是廢話 客觀存在的現代化 過去二三百年來就是以英美為本 我都不會以西方為本 根本就是以英美為本 根本就是一圈一圈 中間那一圈就是英美 接著就是五眼聯盟 其他就是日本、韓國等等 再向外數才是德國、法國、意大利 俄羅斯、烏克蘭那些就不入圍了 所以剛才施先生說的問題 就是那個大到無形 那個無形其實是你自己破的 其實鄧小平當年所說的 其實韜光養晦不是只有四個字 他還有另外四個字 叫你不要當頭 不要當頭是甚麼意思呢 我不管你立的那支大旗是什麼 你有立你就有破 你立的那一刻人家就有機會制行你 我不立的你叫他做一帶一路也好 你叫他去G20也好 你叫他去金磚也好 你叫甚麼都好 我一天不立的 不單止你破不了我 你甚至說我的那支旗就是你的那支旗 你的那支旗就是我的那支旗 其實當年鄧小平 我認為得到他的的傳的 江澤民、朱鎔基 其實他就是玩這一套 你就在別人之大旗之下 你做你自己的生意 中國人都會說的 你要的面子我要的女子 女子的就是我裡面那層 我裡面那層穿得暖就可以了 我外面光不光才是另一回事 至於你說 可能有朝一天我的實力 真的超越英美 我說的是綜合實力 不是計算什麼GDP 工業實力那些 我遠遠硬硬硬 我真的超越你 到時我用不著你動你之旗 告訴你 日本、澳洲等 他跪在那裡叫他加入你的那支旗 政策很與壞的話 不到我這些小市民去評價 但是對於整個國際大的形勢 和自己中美實力的對比 整個判斷 我認為是發生了一些戰略上 歷史上的錯誤 所以你看到你一地都是旗 金磚也是旗 一帶一路是旗 港版國旗 來到香港 你又動另外一支旗 又說一帶一路 我就是想問 除了花錢 說了十年 你賺了多少錢 這是很實際的一件事 所以沒有辦法 現在不動都動了 可以怎樣呢 是否可以收回呢 我個人就… 有些事情給民間分析下 沒有問題 你不是政府自己的國策 提出來 譬如你金磚四國 現在五國 或者變成一國 最初其實不是中國提出來的 是一些投行 美資投行 最美資投行 他分析現在世界一些變數 實際上這個變數是存在的 歐美國家的體制發展到這裡 他積累的內部矛盾越來越多 某種程度是會妨礙進步 即是有些新生力量出來 這些如果是被人作為分析員 一些投資者去研究去評論 沒有所謂 實際上亦是有些趨勢 但是否刻意變成一個戰略部署 你認為可以在國際上扮演更多角色 你便會傷害原本做老大的地位 老大認為你威脅他 他當然會阻擋你、拿你、害你 其實我自己看美國 其實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 GDP已經是高過英國 不是中國現在說要購買你平價計 又要整國來計 不是人軍來計 明明已經是高過你 都是先行門羅主義 搞定自己那裏 到二戰後是明顯 差不多大過你整個 其他發達國家的總和 他才逐步逐步建立美元地位 即是晚上才拿出來 升以後求戰 就不要太早 我都是傾向穩陣一點 假裝豬吃老虎是安全 比假裝老虎吃豬 假裝老虎吃豬吃不到 被人咬回頭 或者這樣說 我覺得美國不單止先勝而後求戰 其實反過來 英國發覺那些跪在那裏 你求我出手 我來救你 你看看他二戰 剛才說的一戰 二戰就是我不想打的 我肯定讓你拖進去打 冷戰也是的 我不想和蘇聯對抗 我讓你休記意肯定拖進去對抗 這些就是國際戰略的大玩家 講一戰二戰 大家都是關心一下有沒有打仗 最近也有解放軍在台海演習 大家應該過分擔心 最近在內地在網上聽到言論 最近好像溫和了一些 有一個時期趕到就來打 非打不可 但最近都有一些言論出來衝淡這些說法 覺得現在未必是最好的時機 以及應該避免好像落日俄羅斯的情況 我自己覺得最好就是不戰而屈人之兵 你當然在實力地位上明顯被人強 人家就不會正式和你埋牙 雙方都可以減少破壞 獅子他先把棕毛做得多一點 顏色深一點 我有那麼多毛有那麼多深色 我吸收了很好營養 不是我哪找到那麼多色素 裝扮自己 銀背大猩猩的毛會變銀色 皇冠高一點 即是用一些非埋牙 靠利爪牙齒去贏對方的手段 美國他角力強的時候 波多尼國、菲律賓都想自己變美國 他自己都會加入 如果中國強的時候 周圍都會來朝貢 所以我覺得不需要那麼快 用軍事力量 如果韜剛有庫就不應該用軍演 是否這樣理解 我想十八大以來 過去十多年來 中國起碼在西方的眼中 我只是說西方的判斷 很難說他的判斷是對的 他的判斷就是 他看得到現屆政府 直白一點說是國家元首的短板 就是他在胡溫的年代 他有個說法中 普通話就叫不折騰 英文翻譯得很漂亮 據說貴老貴善臨 親自操到的 就叫No Z Turn 英文最最後的字母 但是他看到過去這十幾年 是不斷自我折騰的 你看國內的政策 你說到很細小的 說手遊 接著就是說補習社 然後最近當然是 房地產各方面 對台灣對澳洲對日本 韓國全部 其實全部都是左搖右擺的 就是從一個極端法到另一個極端 而最終 美國現在在外交上想營造北京 特別是習近平他本人的一個形象 就是他是欺軟怕硬的 什麼意思呢 他對我美國什麼都可以談的 而我美國什麼都不會放給他 最終屈服的是他 但是對你們就不同了 越南、菲律賓、台灣 當然台灣是中國一部份 不能夠類比 但是對台灣、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 甚至沒有澳洲 他欺負就是欺負的 他這個就是營造的 但是最終是不是這樣呢 難聽一點說澳洲的話 除了一部份的紅酒之外 你之前說不吃人家的龍蝦 最最後你駐當地的官員 你不是去幫人家宣傳龍蝦 你說不買人家煤炭 最終你就是買人家煤炭 其實加拿大、日本 其實全部都是這樣 這次海產事件罵大 最終會不會吃日本海產 最多的都是中國大陸呢 那這些就要再去觀察 所以直白一點說 無論美國華府的判斷對不對 他的判斷就是 一天在習近平的任內 你都不敢打台灣 我不是說你有沒有實力 你有沒有實力是一回事 你敢不敢是另一回事 總之美國駐太平洋艦隊 他的判斷就是你就是不敢 你越是不敢他就越挑釁你 其實他這個是雙人劍 原因就是第一 我不斷挑釁你的時候 其實就會反映 我早就說了他欺軟怕硬的 那欺軟怕硬的結論是什麼 那你跟美國就是對的 你看美國和越南的關係 美國和小馬赫斯的關係 你就看到那個變化 第二就是除了是敢不敢之外 你看到美國整個防線是由南 從東面向中國壓迫的 其實之前不是的 之前在大概是一二年前後的時候 其實美軍無論是駐沖繩也好 無論是駐韓國也好 他大量地減源的 特別是駐韓美軍 而且他是向後退的 向後退的意思 不是你中國或者北韓的威脅 少了 是他覺得你的實力加強了 我是不是向夏威夷 甚至沒有我向關島去退呢 他覺得沒有必要的 他覺得你有實力是一回事 你敢不敢用這個力度是另一回事 所以現在美軍是重新 和他的盟友向前壓的 所以我的判斷就是 不要看到解放軍有軍演各方面 總之最新華府的判斷就是 在習近平未來這五年的任來 他會不會再做多五年沒有人知道 但起碼這五年的任來 解放軍是不會動手的 所以在這個拉鞋戰或者這個 就是誰控制誰的過程 暫時我覺得是美國控制解放軍 第一節我們先講到這裏 第二節回來再討論 關於香港自己本身的情況 我見過最多的是 在斜坡邊本來是幾支柱洞住的 在柱中間他就再建幾層 這次這幅地 最大的意義就是證實了 阿成哥不是撩底王 有人撩到 比他更撩底 我當然希望中國好 由政治分析 製造一個比較難解決的經濟問題 到投資理財 樓市動態 到生活品味 記得訂閱我們頻道 按這個小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 Finance730的精彩內容 不保證 glutam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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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